心臟的腫瘦痛 又是看到那個李鵬 又是看到李鵬 有一次在關於三小公司的報告的時候 突然有人提掉 提那個紙條上來 說有人特工檢料 有人特工檢料 李鵬嘛 妙論也要把那個菜刀 菜刀口袋裡 他什麼特工檢料 不特工檢料 對他來說這些都無所謂 他嘛 大工程嘛 大家撈嘛 大家撈嘛 他撈了大頭下面撈掉小頭也無所謂 不撈白不撈 他要這樣想 不撈白不撈 他根本就沒有把那個工程這樣 人民觀天這樣的事情 聯想到一塊 對他來說 好像他能以他的意念 控制整個角色 你看 在六十那麼危險的情況下 人家都以為色控的情況 他親愛也就把腦袋搞定 把腦袋搞定 在六十一刻 就把學生親愛也就粉碎掉了 粉碎掉以後 就可以把那些教授一個一個抓起來 你不從事前也可以打擊掉 這還是活的呢 因為三十大八是一個死的東西 我怕什麼 自從六十一刻 那領族的心也膨脹到 沒法形容了 絕度絕度的膨脹 絕度絕度的膨脹 他認為 他的意念能控制一切 他的意念能控制一切 既能控制人 又能控制人的思想 又能搞定 比如說鄧小平這樣的人 都可以搞定 你們還照樣子的人 他一腳可以拆掉 那江澤民也根本不在話下了 叫江澤民來辦我實行 我都要嘛 你一下子就實行了 所以我李鵬是無數不能 我李鵬無數不能 你還在說什麼 山下孟子這兩個 以後就沒當一回事 主要我第一篇 從德國買來的那邊 是不遠都買了二手鍋 都買了二手鍋 只是說 當時二手鍋來的時候 沒有什麼說明書 沒有保養什麼之類的 共產世界搞定 沒有人給他培信一個才廢掉的 如果有說明書 或者稍微培信一下 怎麼操作的話 也搞得定 也搞得定 所以啊 我本來就是很自信 對這個世界很自信 很自信 我可是夠來自人啊 六四啊 千二十就擺平了 千二十就擺平了 所以啊 對我來說 百平的山下孟子也是兇二級的 不再化妝 所以你們肚子一級 三塊 三塊 你們再也不用給我提出什麼 山下質量的問題 也不要給我提出什麼 特工減掉的問題 我心裡有數 我的能力 我心裡有數 一些肚子我在掌控之下 好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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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